大家好,我们来看这个开关 合不上了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负载太大了,超负荷了 把里面给烧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拆开 看一下这个里面到底是哪个元件被烧了 这个是没问题的 朋友们,我找到原因了 就是他的事 他插到了这里 然后这个塑料片呢 他不活动了 所以他烧的变形了 看这里 这里已经一加热,一过热以后 有好多的零件就不润滑了,不好用了 所以 他这个不往下下了,你看 怎么喝啥都合不上 这个这个铁棍不往下下 所以你怎么喝,你看 都合不上 如果这个铁棍没有阻挡他的话 你看 这样一喝就合上了 这样一喝就合上了,如果我们挡着他,你看 你就合不上 所以他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铁棍 就是不往下下了 然后这里面 这里面这个缩链已经烧变形了 就是在这里 他不往下来了 所以他就合不上了 好了朋友们 这样的开关 一过热,你看 这些触点一过热 还有这个 一过热,这里都烧糊了 一过热,他就会发热 一发热 这些塑料的呢 他就会变形 一变形 这个开关就废了 所以我们用电的时候 一定不要超窄 如果超窄了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然而更危险的就是 把开关烧掉 引发火清 这就特别危险了 好了朋友们 欢迎大家的评论和观众 再见